數位發展部將要在八月二十七號 正式掛牌 行政院在五號下午召開記者會 由發言人羅秉承宣布 第一屆的政府任首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 將接任部長 一卡通董事長李懷人 還有亞系人資長 缺和明兩人 則是擔任政務次長 唐鳳出任第一任 數位發展部部長 掌管政府機關的數位轉型 也在疫情期間 開發簡訊實聯制跟口罩實名制 至於政務次長李懷人 過去積極推動一卡通 在電子票證的市佔率 擁有豐富的數位專長 還有資歷 另一位政次缺和明 不僅是亞洲矽谷計畫 執行中心的人資長 同時也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奠基工程學系的副教授 隨著數位發展部人士拍板 外界都很關注 接下來會推出哪些政策規劃 數位發展部將統籌數位置旅 與數位基礎建設 協助公司部門數位轉型 打造數位韌性環境 連結公民與技術 提升產業與安全 數位發展部不只幫助 本土產業大步向前 還整合了電信 資訊 資安 網路傳播等五大領域 最近台海的情勢升溫 駭客網路攻擊事件頻傳 外界質疑 台灣資安是否不堪一擊 新部門會不會面臨 換湯不換藥的問題 羅秉承也正面回應 特別要講沒有換湯不換藥 這個反而是擴增了 它相關的編制人員跟能量 其實我們要面臨的 長期的問題是 資安的專業人員的培養 而且相關的這個資安的 專業人員的留才 訓練 培養 這一整套是一個重中之重 需要做的事情 政府成立數位發展部 未來數位產業跟諮詢安全 將是首樣任務 華視新聞 劉俊男 您稍微報導 我是吳怡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